我的問題是說到底這可以歸咎在一個原因嗎 或是說他會變成一個無限後退 你說大學的時候大學沒有找出來 那會不會其實他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有問題了 會不會在他小時候就有問題了 會不會其實他爸爸媽媽的爸爸媽媽就有問題了 那個鄭傑他是那個鄭同學的職子 董事長的認知 鄭同學的一個職子 所以說他在這個問題是不是 他是國民黨一個包幹的一個職子 他這個這個很有問題 他的那個加勢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舉出一百種一千種一萬種這樣的原因 但是我們要到什麼時候可以做的就是 OK 這些東西可以揮納出 就是他有可能是造成鄭傑今天的行為的期待 我從那個大哥裡面那邊講更好玩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跟那個我跟士卷有時候我們在講話 我就說都你們的錯 為什麼呢 我們在大學都教書很累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在上課講那個戰爭與和平 各位聽過嗎 結果小朋友都說那什麼 很有名的小說耶真的很有聽過嗎 那什麼 我就跟他說你幹你們國高中那個搞的 那麼有名的都不教 後來他們就說 幹我什麼事啊 那是國小都沒有教你要去閱讀啊 不過他們就說 幹我什麼事啊 那是你們高中沒有教啊 這個重要的著作 所以其實要單一救 就我們要把單救到某個單一原因 某時候這樣難啊 所以我一直說 我剛剛開玩笑的時候 我覺得五年內會出專輸 為什麼要輸呢 因為事實上可能要用一本書的整個篇幅 才可能有辦法有效的去討論 或是處理正極他的整個世界 例如他爸媽真的沒感覺嗎 我不覺得他爸媽真的沒感覺 但他也許選擇了忽慮 其實說真的喔 因為今年我要當爸媽 每次這樣一位小孩我開始說 我每次都超焦躁的 我超擔心我家小孩又被霸凌怎麼辦 然後我超擔心我家小孩又會殺人怎麼辦 然後我每次都在講 今天很好玩的東西 然後他都跟我說 你不要搞啦 那個 你不要想那麼多 沒那麼嚴重 好 所以原則上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單一啦 要單一原因很難 它是多重的 我們可以從各樣的角度去討論它 這是我覺得這可能比較實際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好像還沒有特別看到 有專門的報告 或神官資料 就是用一個完整的方式去說 他怎麼來容許嗎 大概都還是在後半邊 就是他已經發生事情了 在發生事情前 有可能什麼徵兆 但是詳細的關聯到目前 是沒有那麼清楚被討論的 是 我曾經在我女兒很小的時候 我去上過人的人本教育基金會 我今天問這個問題 我知道不是單一原因 也有可能是沒有原因 但是我的認為是說 以前他們認為說 我們要教育小孩 不要讓小孩出問題 不是說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孩子交好 而是要把那個有危險的孩子 要一起要教好 你才能夠 才能夠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以他們這樣來講 坦白講我對人本基金會 其實也像你講的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這個評價 其實我也很不以為然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我們社會上發現 很多這些學生 面對失敗的能力很差 對不對 失戀就當坦 對不對 我也知道不是單一原因 但是總有一些事件 會影響到這些事情 因為你這個東西以後發展 在我們這個社會 台灣這個社會 那麼小的地方 你會不斷的會被複製 尤其是症結這個事情 你會發覺很多人有在 在學習 這個傳染 或許有可能會發展到別的樣子 或許我們現在不重視 問題會在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後 也會再爆發出來 原則上來講 我先講一個比較實際概念 為什麼我有評鑑制度 我先簡單 各位知道評鑑制度到底怎麼出現的 我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以前我們在教室的權利關係都是不正義的關係 各位我們蠻前蠻講一個很怪符號學的概念 就是各位有發現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所有教室都跟這個教室很類似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所有的教室它在建構一個叫做權威 為什麼要有講 為什麼要有那個講桌 講桌只是在建立權威關係 你能站在這邊代表你有絕對權利 結果就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在大學裡面是這樣子的 以前就發生那種所謂的單一 我一次考試定中生 可能老師教很爛啊 如果正義的概念是恰如其分 如果正義概念必須是 相同的人視每個人為相同個體 然後呢必須要給所有人有相同平等的機會的話 那我怎麼會 這個老師是 這個 你有買我的課本 只有八十分鐘 就是因為有這些弊病 所以教育部就想說 好 我要扭轉一個方式 我要讓他這個教室不要只單一權利結構 我要讓他正義 我要讓他正義 讓他能夠恰如其分 老師能夠好好的教學 然後學生能夠有權利告訴我說 有權利知道 這個老師是不是真的有恰如其分的 好好的把一個教學工作完成 他有沒有給我教學的大綱 他的評鑑 他的評量是不是夠清楚諸詞 之類的問題 結果沒有想知道這個設計差距之後 是誰在推呢 人本在推 我沒記錯的話是人本在推 他們都說 诶 評鑑不錯啊 讓學生擁有適當的權利是好的 可是教育部在想這位 他忽略一個可能性是 我們的教室權利一旦被翻轉之後 會變成多數暴力的不正義 因為我有五十個學生 如果我有五十個學生 每個學生都投一票 那我有可能會變成老師被決定他的去留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正義的概念就被翻轉 權利的概念就被翻轉 有沒有達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公平正義 可能有 但是我們遇過的一些狀況是 真的就是老師跟學生不對盤的時候 我們卻沒有相關補助機制 變成學生被正義對待了 但是老師沒有受到正義的對待 這是我們現在評鑑制度最大的一個困難的問題 可是底部是老師設計的嗎 不是 或是你們應該可以建議說 怎麼樣針對每個東西有比較特殊的評鑑制度 因為它有量表還有所謂的一個效度跟性度的問題 所以不是說我愛幹嘛就幹嘛 這個是 有啦 我遇過的超好玩 那個學校它就是 那個學校在做評鑑制度也是個不正義的狀況 它是綁架的學生啊 你不填評鑑 我告訴你 你就沒有優先選各學你 所以我就遇過超好玩的評鑑 老師是否教學認真負責 全班三十個非常同意 十個同意 到第八題 做有效效性度嘛 就反向測試 老師是否應該要改善教學品質 一樣三十個同意 十個同意 所以它變成一個 教室權力翻轉之後 它的正義反而慢慢就有點消失不見 那這在大學裡面是一個很討厭的現象 我們也跟學校建議說 有沒有可能那個被當掉的學生 他的那個評鑑就當作是參考用 事實上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系統就是越來越來越不少 我還把那種斷話呢 那學老師有沒有評鑑很差 他們有十個人從來都沒來上過課 他是討厭老師嘛 然後其他全部添一分 然後其他全部添一分 那這個 所以 學生可能獲得正義的權利了 但是老師這部分可能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現在一個建議了 也沒有辦法改 因為它是姿勢體壓的問題 那不好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就有一個 如果還有哪位 就 怎麼 所以 你剛才講 我覺得 你剛才說 那個建議比較適合 我覺得 任何事情都要忠於圓意 那來 既然 你爺 你爺 他 你爺